连续绝办多年的台中市逍遥音乐体 每年总是受到各区民众的好评 而这天呢则是巡演到了神钢区的谭雅神绿园道 当地的区公所啊除了邀请社区长辈一起来同乐表演之外 还邀请了专业的爵士乐团等歌手轮番上台演出 除此之外呢 现场还规划了免费的小火车搭乘以及亲子手座等 都让大小朋友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社区长辈们合力敲打木箱 演奏经典歌曲为活动热闹节目 深受各区民众好评的台中市逍遥音乐艇 这一天巡演到神钢区的谭雅神绿园道 现场还安排了爵士乐团演唱 不仅让人听得入迷 也为即将登场的台中爵士音乐节提前暖身 很舒服哦 这样子的就是在树荫下 这个蒋浩特步道人人都常常来的 有这样子的音乐会真的是很棒 我们今天神钢啊 在我们和平站绿园道 办了这么逍遥音乐艇 哇 节目非常的精彩 而且你看到在我们都市里头 有这样的森林舞台 而且是自然的 所以我们太美太浪漫了 连续举办多年的台中市逍遥音乐艇 已经是许多市民朋友每年期待的音乐饗宴之一 这次公所除了安排一连串的精彩表演 让大家大饱二福外 现场还规划免费的小火车搭乘 以及亲子手作等等 要让大小朋友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就是选很多的花 然后插在瓶子里面 然后再装灯就可以变成很漂亮的灯 还不错 就是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动手作 然后他们就是可以训练他们的精细动作 还不错 亲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办理各项活动都会搭配 适合前家 适合亲子 大家一起来共有共玩 公所表示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除了带动地方上的艺文发展外 也能借此凝聚亲子情感 在丰富多元的事情饗宴中 度过一个愉快的秋季时光 记得重播和台中采访报道